秋风送爽,时令入秋 此时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 民间乡有一处已种植桂花闻名的农场 两千多株涵盖老壮中青四代同源的桂花 敬艳绽放 原方从即日起围棋两天 进行今年第一次的桂花采收作业 及桂花乌龙茶的制作 忙得不亦乐乎 采收工人仔细地将一朵朵盛开的桂花 轻轻摘下 明年初秋时期正是桂花盛开之际 民间乡有一处种植桂花文明的农场 此时正是最为忙碌的时候 二十几名采收工人一早就来到园区 有的登上木梯,有的爬到树上 将每一朵盛开的花仔细摘下 期划行销经理,曾从一表示 桂花本身就是利用千插座为繁殖 目前园区内以金柜为主 从父亲手中接管农场之后 就以自然农法来培育桂花 台湾桂花可以一直繁殖 像这阵子很流行的香水桂花 红桂 就是用单桂跟金柜银柜 这样子去扦插出来 所以台湾全世界繁 以制到的桂花三百八几种 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我们这边是金柜 老人家从大陆东北带过来的种 早期爸爸在做的时候 因为农药 他们也没有那个基础 所以农药下的比较重 那我回来做之后我改做自然农法 这两三年还是有病虫害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用生物的方式 慢慢的让环境整个做平衡 像这就是病虫害 但原则上不影响开花 只是说树比较不好看而已 但我觉得就是说 以不用药 然后生物的方式去防治 然后草生殖灾 让大自然的虫跟我们的树跟人这样共存 目前园区内共有2000多棵桂花树 年纪最大的超过百年 早期是利用桂花来制作成桂花乌龙茶 目前正积极开发周边各项相关产品 其实桂花森林目前可以投产的桂花大概2000多棵 从10年15、20、60到第四代的百年桂花树都有 那2000多棵桂花树 当初其实早期在我爷爷那个时候 阿祖那个时候是在做香片 然后随着台湾乌龙茶的一个兴衰这样子 我们慢慢没有做香片 然后改做成桂花乌龙跟桂花金萱 其实桂花森林其实本业是茶农 那在民国90年的时候 我的父亲一个意外 然后就离开我们 然后那时候刚好搭上南投县政府 也在大力推广我们的休闲农业 所以我们就转型做桂花森林 然后开发桂花周边的一些产品 那前几年在营运的时候 是以餐厅跟桂花系列产品为主 那我在民国105年的8月 正式回来接手帮妈妈的忙 然后我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改变早期爸爸妈妈他们的惯形农法 我们用自然农法 用有机的方式友善的方式去耕作这片土地 然后再继续大量的收集桂花 开发桂花周边的加工副产品 那当然也精进桂花在桂花乌龙跟桂花金萱的技术 曾经是神农奖得主的董事长肖壁慧指出 原区内所生产的桂花乌龙茶 性效已经超过一甲子 目前花系列的产品包括吃的、泡的、用的 种类相当多 都是在民国90年后才慢慢研发出来 我们的桂花乌龙茶呢 其实已经做超过一甲子以上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桂花系列产品吗 在我后面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种的吃的、泡的、用的桂花系列产品 这都是从民国90年之后研发出来的 因为如果说只有一个茶叶来讲 比较是单调一点 在我们松柏林还有南投这边高山茶还有在地茶都蛮多的 那如果说有桂花乌龙茶当然是非常的受欢迎 但是能够增加再多的桂花系列产品那是再好不过的 我从90年开始就研发了桂花酿 然后呢陆陆续续就找厂商呢来配合 或者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比如说桂花梅啦、桂花醋啦、桂花枇叭糕啦、桂花香皂等等都是 这些呢也都是逐年去把它想出来的一些产品 也是因应客人的需要 毕竟呢花茶这部分呢 其实市面上也蛮多其他的花 但是呢客人都说呢只有桂花香呢他们是最喜欢的 肖碧会指出 特别要感谢中央农政单位及南投县政府积极发展观光农业 让百年桂花森林自查夜场在民国82年 顺利转型为独树一格的休闲农场 在这一片桂花森林里面 设有风格独特的休闲区 还有各种桂花茶餐、茶食 最适合全家休闲、散花、浪漫雅致的气氛 可以让森林一起放松达到最佳疗愈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